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锁2将出展今年的一三展会 这个时候还在更新一代游戏 可以说非常良心了 还有就是另一款育碧游戏 彩虹六号围攻 也在今天宣布玩家人数突破3000万 最近育碧的发展事态良好 可喜可贺呀 PS官方确认 地球防卫军武 版体中文版将在今年夏季发售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 还将包含中文语音 任天堂的香港官方确认 两款只和编程游戏的港版 也会在4月20日全球同步发售 与新战神同一天 两种截然不同的乐趣 大家喜欢哪个呢 世家与日本著名健康器材公司百利达合作 推出世家土星限电版的提纸称 全球限量1122台 包装盒也非常还原 当年国内的世家粉可不少 有没有感兴趣的呢 最后又到了周五离型的折扣信息了 Steam方面开启了优历新动荒野 和上过券周五的周末免费以及折扣活动 另外还有 巫师三 最终化想十五 文明五 等等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 最终化想十五的PC版上线 才刚一个月零几天 这就33%off了 首发现实特点的期限还没有到啊 想要好联动的半条命理包的玩家 不要错过 优历新动荒野的活动 也在Uplay平台同步开启 另外还有色信条 起源促销中 腾讯WiGAME方面开启了国产独立游戏特惠活动 爱希 蜡烛人等优质独立游戏将在周末开启促销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Xbox方面的春季特惠 附加内容专场还在继续 周末还会开启光环5 上古卷证5 和不易联盟2的免费实玩以及折扣活动 PSN赶赴方面也有不易联盟2的周末免费活动 另外PSVR游戏折扣场也在继续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日付方面的火烟文章无双折扣还在继续 另外还有一款仿大乱斗的游戏折扣即将结束 大乱斗粉丝们在等待新作的时候可以试试 好了 本周的资讯就到这里 新游快讯依然明天放出 大家下期见